大家好,夏季高温是卸爪南的一个特殊时期 高温它会进入休眠 植株呢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不怎么生长了 那么它的抗性抵抗力非常的差 在高温的情况下也非常容易导致这个难根根腑禁腑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要给它进行防治 也就是一个月给它在土壤里面浇一次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二每年来杀灭盆土里面病菌避免根腑禁腑 除了要给它做好杀菌工作之外 我们浇水也是非常关键的 给蟹爪南浇水如果不注意这两点 那么胶必难根 那么是哪两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高温阶段浇水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因为夏季高温 高温的时候如果我们给它浇水 盆土里面的温度会急速的升高 再加上这个时候蟹爪南它吸收特别差 吸收的水分特别少 很容易造成这个盆土温度急剧升高 而灼伤根系导致根系腐烂 夏季我们给蟹爪南浇水 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 浇水最好选择在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给它浇水 第二个就是浇水量过多 夏季高温它进入休眠 这个时候根系吸收非常的差 它根本就吸收不了多余的水分 如果我们浇水过多 特别是给这个蟹爪南直接浇透水 那么盆土里面的水非常多 再加上根系吸收不了多少水分 主要是靠环境来蒸发 夏季天气热 再加上湿度也比较高 那么水分蒸发会特别的慢 就很容易造成焖根 然后积水难根 夏季给蟹爪南浇水 我们等到盆土基本上干透了 我们给它少量浇水沿着盆边 给它这样溜边浇一圈就可以了 当然夏季除了做好浇水之外 我们还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适当的遮阴 要给这个蟹爪南适当的降温 避免高温的伤害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